腳踩拖鞋 臉戴墨鏡 留住一頭短髮 穿著一身黑衣 看此骯髒隨意 不收蝙蝠 實則黑白通戲 屬於典型的人狠話不多 腦隊陳觀熙 三舊林志玲 太蕭敬騰出頭 一手捧紅天后王妃 就連脾氣火爆的那嬰 都對他禮讓三分 他就是有著娛樂圈第一女流民之稱的優勵歡 十八歲那年 他原本有機會成為一名歌手 但因喉嚨問題無奈放棄夢想 從學校畢業後便絕學投身社會 偶然機緣進入電影界 成為一名跟組 再入影視圈的他 只能跑龍套 太明星演員造危險場面的太身 但接連不斷的艱辛磨練沒有激到他 反而激發出內心的勇氣和正義感 優勵歡的第一位導師是張美君 他對這位才華還一的導演十分敬重 不幸張美君得了癌症 優勵歡藝然逃出全部加當四萬元來資助 並四處籌操其餘醫藥費 這可惜終究無能挽回張美君的生命 優勵歡的仗義之舉打動了另一位導演朱延平 於是優勵歡進入朱延平門下 從根組成長為副導演和製片 他須為張美君仇得據之救命 卻也因此背上沉重的債務 為了還清債務 優勵歡不得不兼職多份工作 日夜兼情 八十年代 港台演藝圈風起雲湧 同時也充斥著黑社會勢力 每每拍攝現場遭遇黑道熱壁 大多數劇組人員都選擇默默引氣 而優勵歡卻敢於挺身而出 不畏強權 嘴碎的他 常常當著黑道的面 直言不諱 用自己的勇氣驅散黑惡勢力 優勵歡憑膽識與真誠 在圈內聲明啄起 當年香港娛樂圈黑幫參合 片場上有不法分子出現 有次黑社會分子來片場恐嚇 優勵歡不但毫不懼怕 還正面渴積對方 你敢開槍就開槍 別放空槍 從此歡者知名全片圈內 沒有人敢小脆 儘管他在工作上不畏強權 但面對母親時又十分怕慌 生怕讓母親失望 或許正因如此 他將母親要好好做人的教誨牢牢記在心 他並非也只有強漢霸氣的一面 還展現出許多其他柔軟多變的面孔 正是年少時期種種異舉和勇氣 塑造了今天優勵歡不畏強權 大戲履落的個性 也是他獲得了在娛樂圈呼風喚雨的地位 在朱賢平劇組 優勵歡也經常收大危險 無私奉獻 成為拍攝中的救場王 隨著台灣電影業的衰落 優勵歡轉戰香港 與陳嘉英合創建立經紀公司 公司簽下的第一位藝人 就是後來紅片樂壇的天后王妃 加入經紀公司後 優勵歡承擔起打造王妃形象的重任 他深知自己肩負著公司的前程 在王妃每一次演出和宣傳中 優勵歡都全力以赴 生怕一個小差錯就毀掉王妃的明星之路 1995年 那英因個人原因 在於原來的公司鬧解約的問題 結果得罪原來的公司高層 被高層直接下領雪藏 那英作為王妃的好閨物 王妃自然坐不住 不能坐視不理 於是向自己的經紀人優勵歡求助 優勵歡一個電話打去覆貿高層 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純章此戰 最後他對那英霸氣說了一句 你讓秘書把檔拿過來 就掛斷了電話 1997年 他果斷簽下了那英 之後優勵歡和陳嘉英攜手努力 為兩人兩身打造了兩手容易受傷的女人 和白天不懂夜的黑者兩張出名的專輯 這兩張專輯一出 萬人兇兇 兩人因此成為娛樂圈歌壇的一代天后 還攜手走上了出萬 王妃空城女的 我不要愛的空城 請給我你的天生 我不要情色掌紋 為他做無謂的犧牲 歌詞 那英三份讀了女的喜歡迎火 隻因他照亮你輪廓 才知道 眼淚會熄滅人間煙火的詞 人們沒想到 外表恨例一生未婚的優勵歡 竟能寫出這樣友情的歌詞 面對媒體的非短流場 他總是不為餘力地挺身而出 為藝人撐腰力挺 王妃離婚之際 優勵歡三言兩語反擊前夫的不當言論 表達了對好友的支持 那英被質疑時 他又用智慧化解危機 替那英向公眾證明 始終如一地圍護藝人 從情從意 豪華濕足 風風火火 是愛人眼中的他 面對哪個非親非故的兒子 又是另一副面孔 有次其他幫派的人來劇早鬧事 矛頭直指朱延平 雖然彼時的他已經是少有名氣的導演 但還是避免不了衝突 而朱延平性格軟弱 一時不知如何應對 優勵歡在這時候站出來 直接說 報警 如果報警 之後定會遭到肆意報復 這是朱延平乾不出來 無奈跑酵 我是獨生子呀 對面一群人 好將也被這個女人嚇到 又威脅 封女人 不怕死 甚至拿槍對準他的腦袋 迫住求搖 而優勵歡毫無惶恐之意 正面叫囂 有本事 現在就把我乾掉 不怕硬氣的 懦弱的 這群人還就怕不要命的 最後 挑試那群人落荒而途 他則一戰成名 成為朱延平強有力的支撐 幫對方處理大大小小的黑白糾紛 幾年時間下來 氣質脫胎換骨 不再是當初哪個精準小白兔 而是圈內人所尊敬的歡者 手握大量資源人物 能力不容小趣 一度被稱為娛樂圈第一女流氓 名號從何以來看他乾過的事就知道了 積累一定人物之後 優勵歡決定出來單桿 與好友陳家英成立了一家經紀公司 創業初期 克逢黃正文與經紀人散火 經人介紹下兩人相識 聽完對方歌聲之後 當職決定簽下對方 表示會將其打造成歌壇巨星 歡者的確做到了 先為黃正文改名為王妃 然後駐守出專輯 一手將他捧上天后位置 要知道彼時的歌壇 最不決的就是實力派 梅艷芳 葉仙文 林憶蓮 陳威嫻等歌手曾出不窮 濟盡其中絕非議事 目點手段是萬萬不行的 而黃妃一個新人在優勵歡包裝下 直接頂著華語樂壇第一天后的名號 強勢出圈 引來不少輿論評擊 也迎取大量關注度 當然作品品質才是首位 一手手繪隻人口的歌曲再次鞏固地位 幾十年相處下來優勵歡與黃妃 已經不是單純藝人與經紀人的關係 是閨密 也是親人 黃妃與謝霆鋒分手後 傳出天后為情所困 為謝霆鋒自殺的消息 一時間黃妃被推上輿論頂端 記者增相採訪 歡者則用一句話讓愛人閉嘴 自殺與殺人比起來 當然是殺人啦 簡單直接又有效 及時規避輿論風險 除了保護自家藝人外 在其他明星遇到擺不平的事時 他也會出面相救 林志玲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三次解救對方於水深火熱之中 被其視作救命恩人 2005年 林志玲受邀前往拉斯維加斯演出 演出結束本該定期回國的他 卻被幾位富豪難了下來 美其明約共進晚餐 實則肉行不軌之事 林志玲不從 對方就準備霸王硬上宮 無可奈何之下 給優勵歡打去電話求救 此前雙方交集甚少 本意為對方會置之不利 可歡者並不在乎四處找關係 把林志玲從國外帶料回來 之後妹妹提及此事 她都備受感動 不止一次當眾感謝對方的救命之恩 歡者只是一句 小事情異議 經時一試彼此熟悉之後 林志玲遇到麻煩 第一個浸出來的人 總是他 陳冠希巡書陪夫婦公開怒隊 讓林志玲下筆來台 優勵歡當著記者的面宣戰 陳冠希來台見一次打一次 在走稿上 那應灌手林志玲 導致全身過敏 雙方因此結下糧子 他當中間人足成和解 王力宏再危難之際 也大力出手幫忙 當初 李靚雷一封信揭露王力宏真面目 PC逼出軌 甚至參與多人運動 與羅志祥有的一拼 音樂事業隨之陷入平頸期 口碑直接下滑 遭受無數網友指責 就在大家以為過錯在於南方的時侯 憂歡出面了 社交平台發表看法 內涵真相被掩蓋 指責對方不要拿孩子當人質 就在這不久前媒體報出李靚雷 以孩子為籌碼 阻止王力宏探視 兩種言論不謀異合 歡者的發言 讓大家開始懷疑輿論的真實性 畢竟他在圈內 是出了名的好人緣 具備一定公信力 除此之外 酒連雨神蕭敬騰也曾受過歡者庇護 剛出道的他 收到不少恐嚇信件 明白、臭蟲、威脅信等 備受困擾 幽黎歡得之後 當眾痛斥記件人 有病就去看病 沒想到 這話竟然將麻煩轉移 恐嚇信寄到了他那 聽說你管得很歡也很唱 不知道你那嬌滴滴的兒子 是否跟你一樣唱 用家人要脅 自然是不怕 甚至正面硬工 如果敢弄到我兒子 別告死你也打死你 圈內人幾乎眾所周知 兒子是他的軟勒 只要面對孩子 就不再是歡者 而是歡媽媽 陳寶蓮試過命苦的女人 尚未成年 母親劉小儀 就替他簽下多部風月片 這些用身體換來的片酬 則被拿去還債 一次又一次 一步又一步 大概連他自己都忘了拍過多少 多年努力沒有白費 終於得到周星馳賞識獲得角色 贏得觀眾好評 但感情方面幾經波折 被負傷拋棄後愛上一位造型師 沒想到 產後幻想抑鬱症 生下兒子二十多天 就從二十四層高樓一躍而下 不少圈內人士提出修養男孩 可始終沒一人行動 幽黎歡不忍心 將孩子接到家裡撫養他長大 朋友不理解 勸說歡者別管者閒事 畢竟他尚未成分 孩子對他來說不害而無一利 幽黎歡堅持己見 去相關機構辦鳥領養手續 並取名為幽王偉 沒有帶孩子經驗 哪就去學習 從怎麼餵奶粉到換鳥部 一把屎一把鳥 將男孩致養長大 承擔起母親義務 不只是經濟上的支持 還有精神上的鼓勵 每天晚上 都要盯著兒子睡覺 等到完全入睡 才敢出去忙工作 第二天早上 再早起起早飯 對待外人 幽黎歡表現得強勢 且不以親近 在兒子面前又展現出所有溫柔 為了讓他開心 專門學習表演魔術 儘管早有準備 但到了兒子面前 又一不小心路行了 不過 幽黃偉沒有拆穿 小心維護著這份母愛 不是親生母子 卻性是親生 如今的幽黃偉已經掌成帶男子漢 時而出現在老媽社交動態中 她喜歡打籃球 並參與多項重大比賽 已經考上大學 看起來陽光碎氣 滿是正能量 雖說成年 媽媽還是會劫身陪伴 盡可能給予最好的 刊線士 造線人 優黎歡市圈內的一股清流 希望有更多這樣的人出現 維護正能量